其實香薰產品與家居的設計都是色色相關的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相信大家在新年期間 在這個春天的時候 大家收拾完屋之後 都想自己家屋有一些很香的氣味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買一些香薰產品 其實這些香薰產品與家居的設計都是色色相關的 譬如我們的家居以簡藥為主 我們可以用薑花的味道 可以用綠茶的味道 如果我們家居比較有風格的 比較型格的 年輕人的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用黑白的顏色 這一種的設計 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木味 融合一些香薰的味道 這些味道的感覺 令到你家居有點神秘 另外一種是比較傳統的家居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些木製的產品 我們可以用檀香木 以及一些枝朵木 這種味道 配合我們家居的感覺 另外有一種是 很多人會把家居做到很自然很天然的感覺 這一類有感覺 有一點像回家居放鬆 霜霜的感覺 我們可以用一些 黑茶和草莓的味道 去配合我們家居的環境 希望大家幫自己在家居 找到一個適合有香的氣味 讓你們親戚朋友來拜年的時候 都會很開心地派理事給你們 恭喜發財 祝大家身體健康 身臟力健 拜拜